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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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鸿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鸿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光阔 出荡力已经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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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用了一个半世纪 也没有说清这场大爆发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中国云南的成江化石群 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韩武器生命大爆发的地方 它的价值在于它产生的化石年代距离大爆发的时间源头很近 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爆炸初期的全貌 让人们惊讶的是在这里找到了更多的动物本类化石 高等的脊椎动物是通过半所动物和几所动物等中间类型 逐步从无脊椎动物演化而成的 在1995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 人们所发现的韩武器大爆发形成的十几种动物门类 全部都属于以三叶虫为代表的无脊椎动物 最早的脊椎动物鱼 仍然只见于韩武器之后的爆炸机 1996年 这种被称为云南虫的化石 引起了科学家们对它是无极所动物 还是原始极所动物的两派争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云南虫独特的躯体三分结构 纹 顶 躯干 使它已经超出普通无极所动物的范围 但它的演化却误入了歧途 为能达到真正极所动物的正通谱系 所以云南虫应归于 无极所动物向极所动物演化中出现的 早期庞植谱系的半所动物 云南虫的讨论使人们突破了韩武器大爆发 陷于无极追动物的观点 如果这次生物爆炸已经超出了低等的圈线 在高等类群中产生了半所动物的旁支 这场爆炸是否会同时创造出走上正道的原始极所动物呢 不久 人们从成将化石中解剖出了一枚极为罕见的小型动物化石 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低等极所动物化石 它具有典型的极所动物的集结构造 宽大的烟枪和密集性塞裂 古生物学家称它为好运华夏曼 希望它能给古生物学研究带来更美好的前景 云南虫和华夏曼的发现研究 使人们又一次感到韩武器生命大爆发涉及到的动物门类规模 用传统的渐变进化理论是难以解释的 专家们认为那时海洋里繁殖的藻类 在当时强烈的阳光照射下 光合作用使地球海洋的氧气含量大大增加 这可能是韩武器大爆发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中国云南成江这块5亿3500万年前的前海湾里 在韩武器生命大爆炸的最初巨象中 会不会产生最高等的脊椎动物鱼呢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국민政日快乐 公开 民众节日快乐 共享欢乐人生 深圳民族文化村 中国西部风情节